警方星期四在元朗黏湾路近樓浮山上百例遊樂場 發現一具藍絲和一架私家車 經調查後,證實死者是星期三 在沙田城門隧道失蹤的67歲男子陳志強 當日早上,他的同事見到他將車停在隧道近入口外邊 但回到公司後一直未見他出現 他的家人知道後,四處去找他但都找不到 同日向警方報案 而警方現證調查事件原因 並將案件列作屍體發現案處理 詞曲 李宗盛